你要買豪宅喔 選一間 選一間 我買給你 就這間吧 這邊隨隨便便都是九千萬一億的耶 哇 哇 哇 好驚人喔 各位孩子們 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爸 我們今天來到豪宅區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房子 隨便呢 都破譯 買不起 確定 今天呢 來這邊享受一下大安區的氛圍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舊成品 今天呢 我們要去吃燒肉 我其實想吃燒肉很久了 我們今天要吃的這一家 真的是隱藏在豪宅區裡 它叫做飯燒肉 跟大家說一下 它有什麼典故嗎 飯燒肉 它其實呢 是日本有一間很有名的燒肉餐廳 在東京叫Yoroniku的老闆開的 它呢 當初就是因為呢 在那個J哥的邀請之下嘛 鼓吹之下在這邊台北開了一間海外分店 那J哥是誰呢 我們之前有拍過他的餐廳在這 米其林一星的台菜香餅 他就是被他鼓吹來這邊開了一家店 那他們還找了其他很厲害的燒肉店的前台 跟店長合作 叫做大腕嘛 對不對 對 好像是這樣 而且我要跟這個日本主廚講 你交到好朋友 台灣是個好地方 來台灣就對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開了一間燒肉店在這 那這間餐廳呢 飯燒肉 它在2020年的時候呢 它呢 也有得到米其林的餐盤 聽說它的裝潢整個都跟東京的原本的本店的設計上是一樣的 我在網路上看好像花了不到6千萬還是8千萬的裝潢 算是裝潢的很貴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等下就直接吃那個肉好不好吃就對了 我們不要再被這些數字迷失 什麼2020什麼餐盤 什麼6千萬裝潢 我們都不要管 我們就看它到底好不好吃 對 就不要看數字 最貴的 對 我老公會付錢 刷起來 稍後還不曉得在這裡 這是它的門口耶 好高級喔 我的天啊 這是在賣房子嗎 欸 我不騙你 如果... 我不敢進去耶 看起來超高級的怎麼辦 這個有點像那種酒店的大廳的那種感覺耶 它光這邊就不知道花多少錢的裝潢啊 兩位是第一次來嗎 對 好 那都有吃牛肉嗎 有 好 那我們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半燒的話是以套餐為主 它菜單啊 質感非常的好 是用蒸的木頭 然後還有燒硬的感覺 然後一打開 左手邊 這邊也是有各種牛肉的部位 我們今天有點一個3280的套餐 就是這一個 跟一個2680的套餐 然後你要單點什麼部位啊 其實都可以做另外的單點 飲料部分平均來講 如果以茶就是100塊 然後有一些啤酒啊 燒酒啊 調酒都有 酒水單是蠻豐富的 這邊還有大飲料啊 還有一些清酒 然後它也有兩人的套餐是6500 但是服務人員推薦我們 這之後再來吃看看 這次先點單人的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套餐就是點了2680 少了前菜主食跟甜點 然後肉類的部分啊 跟3280的是差不多的 後面還有一些雞肉豬肉海鮮可以點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吃到餐就會飽了吧 其實我覺得我剛剛打開它的菜單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就覺得這個菜單是不是很難做 為什麼 因為感覺這還要特別挖一個洞子裡 這樣一小顆感覺很困難 哦 對那個在訂製的 對啊 應該是訂製的 然後把它挖一個洞子 而且我覺得一進來啊 這間店感覺就是很日式的感覺 而且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有發現它沒有那種很重的燒肉味 跟油鹽味 我覺得排行系統做得很好啊 對 我跟你講 六千萬的裝潢 可能有兩千萬都花在舵盤裡 平居大家一個人要三千塊起跳的 是坐無虛席的 對啊 生意真的蠻好的 而且他們其實有一區是酒吧區 所以你真的吃完想要在那邊喝兩杯 其實你可以換位子移到那裡 這是套餐的前菜還有生菜 對 我來吃一下 這是我老公點了3280的 他說今天要當做無情火吃 請人解答餐 很好吃對不對 它蘆蔔很脆 很解膩 它蘆蔔很脆 很解膩 然後有帶一點就是柚子的那種 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後其實它很脆很好吃耶 對 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其實看起來很平凡不行 就是它的小臭好好吃喔 這個它是牛三味 俗稱牛百葉牛的第三個味 那我們經過純湯用韓式辣椒做兩拌 口感脆脆的就像柴澤 你是可以直接吃的 這個是醃過的還是生的 這個的話是表面有做過刺燒的 所以一點點滴溫的 所以是像生魚片這樣子 嗯 特別耶 第一道就要吃它的生牛肉 我們上次吃的生牛肉是那個韓式的 你有印象嗎 我有點忘記了 跟我的回應 你就這樣聽著你真的不忘記 這個表面有炙燒過啊 我一定會記得 我喜歡有炙燒的感覺 嘿嘿嘿嘿 真的 真的 它說這個表面有炙燒過 它有加一些它的醬料 跟一些簡單的蔥黃 它完全吃不到牛肉的任何一點點腥味 一點點都沒有 然後非常的滑非常的嫩 我吃下去的時候我覺得 這東西好好吃喔 可是你如果 我也是閉著眼睛吃 你跟我說它是生牛肉 我不會消失 然後它的那個醬料 我覺得滿加分的 現在幫我們烤麵包 等一下配牛肉 這是配月見對不對 對 那我們生牛肉的話 選用了1比1的肥肉跟熟肉 就是肥瘦各半的部位 然後搭配了生死級的蛋黃 再加牛肉口感的話 是會好順利 喔 是嚼這樣的喔 對 特別喔 然後呢 它就是等一下會放在熱熱的法國麵包上面 像塔塔 對外面 國外吃的塔塔的感覺 我剛剛看你這樣嚼 我口水已經不能三次了 這個我們這邊客人有人來 就是單點一次吃十份 只吃這個 哇 就是要來吃這個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1比1的肥瘦各半的肉 再加上生死級的雞蛋這樣拌在一起 可以來上班了嗎 自己夾 那麵包摸起來很脆 很脆 很脆 對很脆 喔 那麵包香脂 有出來 然後有奶油味 我跟你們說 通常呢 生牛肉你吃到第二樣的時候 就會有點怕怕 可是它的生牛肉不會 而且它這一次還更厲害 還拌了再生的雞蛋進去 可是吃起來我完全沒有腥味 很滑很順 非常好吃 再加上那個麵包 好香喔 我的天哪 怎麼有辦法料理都這樣子 真的是不一樣 果然米奇形餐盤 走 這是什麼部位啊 是牛五花 牛五花 對 選用卡布里在樂園的上風 我會很確定我不能來這邊上班 為什麼 因為這好難記喔 哈哈 這真的很難耶 那時候他沒辦法來這邊上班 要走 老闆應該不會請我 他不會請 你第一天就被拜了 我們的授權要授權一個多月 但可以吃和牛啊 可以吃和牛啊 那我可以考慮 邊唱邊吃這樣 所以這邊的牛都是日本牛 對 我們全程食用的都是日本的A5牛 然後產地的話 都大概九州一代 就是 鹿兒島啊 熊本啊 風習啊 每天的話 產地都不太一樣 那幫我把劍母 給我們打開肉一起吃都可以 其實我蠻喜歡這樣子配一個套餐 因為你這樣什麼都可以吃得到 然後就都吃得到一點點 那你吃到一個你很喜歡的 那時候你就特別加點家用 我覺得這個套餐不是我很喜歡 我不用動腦 因為有的時候 每一個人對肉的部位 都可以了不了解到一個程度 程度是不一樣的 只是像這樣 你就可以每一種都知道 都吃到 就甚至知道 你自己最喜歡的食物 而且他們這邊啊 是可以大聲聊天的 對 對 這點我是覺得很棒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你真的大酒 會有一點食物 然後朋友一起聚會 牛五花我覺得 算是一間燒肉店 一定要有的一個部位 牛五花其實 很多人都講計是牛五花 可是吃起來是完全不一樣 有些人的五花那個油是真的很 可是他剛剛那個和牛是 分布的非常的距離 以前我們店裡的牛五花 其實是牛小五花 對 其實每個定義 還是有點相似 真的 真的是不一樣 可是他們的和牛 目前吃到現在 我們都覺得 不會到非常非常的一樣 對 不會膩 對 而且他其實不會覺得那個油味很重 我覺得還蠻好吃 蠻喜歡的 這是 腿三角 喔 腿三角 然後他的話是 相當於人類大腿內側 牛花比較豐富的部位 喔 我最多弄了 最難瘦身的地方 對 喔 這很難運動的道具 怎麼有辦法排煙做的 他剛剛這樣弄得了兩下 這麼大煙都沒有跑出來 怎麼弄出來 我很想要問他這筷子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這樣子 就是六角形的筷子 是我覺得最好的 對 可是我很少看到前面 我做的另外一節 是另外一種材質 這樣你在夾任何食品的時候 比較不會滑走 喔 對 就是像這樣 來吃一下我的大腿內側 嗯 因為他剛剛這樣講 我就知道他說的那個油脂感 會稍微偏油 所以你看他就夾了一個櫃 在裡面 吃飯 這一塊肉 就是我們從剛剛到現在吃的最有的一塊 他 比較像我們一般那樣吃的 對 可是他 因為他夾了櫃 在裡面 所以他吃起來會有一個脆路 然後櫃 然後櫃 然後櫃本身又有甜味 我覺得他其實這樣夾起來 我真的覺得他每一塊肉吃到現在 吃起來口味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套餐啊 還有一個昆布的湯 感覺是很清的 然後這邊有炸蘆筍 旁邊還有一點梅子鹽 可是這個湯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上來蠻剛好的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其實吃到這邊 我已經差不多有想要吃一些別的東西 這時候湯就來了 我喜歡這樣 就是什麼都吃得到 我都可以都吃一點點 你應該是最喜歡這邊的湯 對 我覺得這樣超棒 因為你可以百分之百 吃到最完美的 時間 採米的那個肉 然後還有人幫你介紹 你知道你吃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我可以聽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可以跟 就是 不是一個朋友聊天 這些事情是我覺得 就是 有專人幫你烤燒肉 最大的附加價值 又上了兩道不同的肉 然後 這邊有個蒜味醬 它放在旁邊 先加了 我最喜歡的肉 還是剛剛就是 略見的哪一個 下面的麵包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口感 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別 而且它真的很好吃 它不就是吃起來上面 老實說蛋黃加和牛 你會覺得是日式的 可是下面加一個麵包 比較偏西式的 那種吃起來的搭配 我覺得很好吃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道菜 然後我有加500塊 可以刨松露上去 其實它很特別是 它還有受洗燒的湯 是要算一下的 就你加了500塊的松露 然後它就是 吃法就會不一樣 我在想可能這樣 可以更襯托 那個松露的味道 然後這個松露 不是三顆都你 它只會刨部分給你 你不要想說 不行 那個部分 那種那個很貴 然後這個蛋啊 聽他講 這一顆蛋就三四十塊 它是用在地一個辛苦的餐廳 它是專門生產可以吃的 生死期的雞蛋 剛才豬的人員有跟我說 他們稱這一道啊 也叫做孟婆湯 就是吃完了這一道 我就會忘記前面的有多好吃 真的還假的 我覺得它是一種 我從來沒有吃過的味道 它的肉啊 是比較算軟Q的感覺 可是松露的味道 並沒有想像中的重 那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你 很特別 很特別 我覺得這個是我第一次 吃過這樣的味道 如果你不是質量非常大的 也2680就會吃飽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份量一女生 小鳥味的人來講 也會非常的足夠 對 然後3280其實 會吃得很飽 嗯 而且它還是有主食的 對 等於說如果你是 又加了松露的 你會有兩份的半 然後前面還有加一個 小壽司的感覺 你記得嗎 半量其實是有的 最後的甜點啊 我們選了 煎茶冰 感覺很特別耶 是黑色的 然後他說旁邊 還有特製的煉乳 最後可以再試看看 不同的口味 上面還有一個筋箔 喔筋箔耶 我先吃了 它吃起來還是 質地比較像雪花冰 到嘴巴裡 它是一絲一絲的 含一下就不見了 沒有咬到那種 像剉冰脆脆的口感 然後它這個煎茶 那個茶香味很重 而且它吃起來不會很甜 其實我覺得 可以在燒肉後面 還蠻剛好的 嘴巴一 沒有嗎 我確認你現在沒有血 好 吃得超級飽 超級超級飽 還好我剛剛只有點2000多的那一個 不然我真的會飽到不行 跟大家講 我們總共吃了大概 兩個人吃了7100 必須跟我講 還是吃一個不便宜的價格 對可是老實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不便宜的餐廳 可是它生意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它怎麼講 雖然不便宜 但是你會覺得它的價值好像 又超過它的價格的感覺 應該說2000多的餐廳 像一個套餐的set 我覺得很多餐廳都有 可是我覺得它的2000多 會讓我覺得這個錢值得很誇 對因為它真的 你這樣吃司機懂肉 桌偏服務 然後裝潢也很好 人員的訓練也很好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重要的日子要慶祝 或重要的聚會 都可以參考看看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